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真的正式進入到這個Google 文件裡面了 Google 文件其實 喔 好 來 Google 文件呢 其實這個 部分 最簡單的 最早期就是當作一個好像網路一碟來用而已 但是說真的 如果只用這樣有點可惜 因為其實 Google 雲端硬碟以前叫Google 文件 以前叫Google 文件 那它主要就是希望你的文件處理 有一部分可以放在網路上直接用 就不用依賴什麼 微軟的Office 當然你也不要想說它會完全取代 因為它本來目的就不是這樣子 因為它在這上面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它的顯示的內容沒有辦法完全跟我們一般在Office 沒有用到一模一樣 所以多少會有一點不同 但是它是可以用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要進到這個所謂的雲端硬碟的部分 您可以從這個Google 建議各位您用這個Google 瀏覽器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您從上面這邊可以找 有一個更多有沒有雲端硬碟 可以從這邊進來 點進來之後呢 您先登錄 登錄碟在這裡 進來之後其實 如果您都還沒有用過的 因為這邊都是空的啦 都是空的 那我們會建議 老師就是您在用這個雲端硬碟的時候啊 盡量不要隨便亂丟 什麼叫不要隨便亂丟 你的桌面有沒有滿出來過 你們家的桌面啊 如果你用Win8的不會 因為東太磚嘛 本來就滿了 哈哈哈哈 有沒有有些人喜歡打開就放桌面的啊 來丟一丟 我也自己有滿出來好幾次 所以現在我都不丟桌面 哈哈哈哈 因為你把它當作一個網路空間的話 那你還是要會建什麼 會建資料夾 對不對 你要稍微分門別類一下 當然它可以用所謂的標籤的方式去做貴類 貴類好 那這個很重要 但是你還是可以用一下那個資料夾 所以你可以先 像我在這邊我就會稍微 什麼哪裡要用的 我就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比較不會那麼亂 比較不會那麼亂 那麼這裡呢 會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並不是當作 單純當作硬碟用 它還可以當作就是 就是你的Office文件的處理 PDF也可以預覽 PPT當然也可以 好 那還有什麼可以看 有沒有老師又用那個Photoshop的 或預覽推特的 也可以看 還有 有些人會記 就是那個檔案是用什麼 壓縮的 ZIP 有沒有 哎呀我記得好像不行 但是ZIP它是可以不用解壓縮 這個只是點進去看 也就是說你不用下載回來 這雲端上面就可以先看到 壓縮檔的內容 這對我來講就相對比較方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這裡因為會牽涉到 你要不要在雲端編輯的問題 就是這個 要不要轉換為Google文件 你如果轉換Google文件 那相對的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編輯 如果你不轉換的話 就等於真的是當做硬碟空間 但是Office系列還有像我剛剛講的那些很多影像的格式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直接預覽 但是只能看不能改 你如果轉換成Google文件之後才可以改 這樣你了解那個差別了 那了解這個之後呢 當然它有它的限制 有它的限制 比如說那個在這裡 各位拿到的其實是這個版本 這個是我用S-Mine親自圖畫的 事實上我現在課程規劃 我都用這個 好 那做成Place是這樣在簡報上比較方便 那您先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Google文件這邊 這裡 它可以檢視什麼 EIC、PSD、AI這些都可以 那這個文件的限制呢 你可以看一下囉 把它放大一下 每個檔案最大 如果你不轉換的話 是10均 我們剛有提到對不對 那如果你轉換成Google文件 那這個呢 就 如果你是Word的話 就是DOC的那種檔案 好像是5MB的樣子 好像是5MB 所以檔案不是很大 因為牽涉到雲端 它會幫你做運算 所以那個檔案比較小 那如果你是那個PPT 就是我們的簡報 簡報比較大 或者PDF都比較大 50MB 這樣應該夠吧 好 50MB 所以這個會比較大一點 那E-Sale的話 E-Sale好像是2MB 因為E-Sale原則上都是數字比較多嘛 所以 它就比較小 大致上的一個限制是這樣 那 怎麼樣才有呢 您可以看一下 如果您現在手邊有的 您可以從這邊做上傳的動作 從左上角這裡 做一個上傳 做一個上傳 要上傳呢 您用Google 或者是火狐的瀏覽器 它可以選擇整個資料夾丟上來 IE NO 這樣可以齁 IE就是不行 只能單一個檔案 所以如果待會兒 建議老師可以用那個 IE外的瀏覽器 就可以用齁 你可以像這樣丟掉 那丟上來之後呢 它就會問你加 這我是用檔案 它就會問你說 請問你要不要轉換成Google文件 只要它能夠編輯的齁 那我這邊呢 我找一個 看一下 不裡面 好 這裡有 這個好了 打開 好 你看 我們在上傳的時候呢 它就說 要不要幫它轉換而已 有沒有 嘿 如果你 不用轉 這裡 就不要勾 直接上傳齁 那就是你在雲端上 只能看不能改 這樣應該了解齁 當然你也可以後悔 就是說 到上面之後再來轉 也可以 所以我現在很單純的 我就直接這樣上傳就好 把它為了這樣進度告訴你齁 好 即將完成 因為這個檔案很小 OK 點開 基本上 如果你不轉換的話 大致上 跟我們在 Office裡面打開 是蠻接近的 是蠻接近的 對 就是說 你轉換之後 才會有一些差別 因為網頁上能夠 顯示的方法 總是跟在裡面 但是 現在它的這個 Viewer的部分 就看的部分 跟我們在Office裡面看 基本上是蠻接近的 但可能還是有時候 會有一點差異 但是這個差異 會變得越來越小 有沒有 像左手邊這樣 你就可以稍微看到說 大概 出來的結果 那如果說你發現 我覺得還是要轉換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 再把它 用這個Google文件方式打開 這個時候它就會幫你進行做轉換 進行轉換 那這個 當然你就可以在雲段上直接編輯這個內容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了齁 所以 您今天來之前 是想說我們今天只要講雲段硬碟嗎 當硬碟來用 那今天就不用來了 發給你一個隨身碟比較快 對不對齁 這個絕對不會是只有這樣應用 等一下我們來看 怎麼跟我們的Gmail去做搭配 甚至你可以共同編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在這上面的話 你如果有編輯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過 有些時候 我們會 不小心 把檔案的內容 不小心怎樣 改錯了 有沒有 改錯了怎麼辦 改錯 如果還沒離開 Ctrl加1還可以對不對 萬一 不小心 關起來了 又 電腦又關掉了 請問 你要去叫誰啊 對不對 那雲端的硬碟最大好處 就是它可以檢視所謂的編輯逆程 隨時回到過去 隨時回到過去 所以 這個是剛剛給各位看的 你看我在這個上課用 我隨便找一個號碟 好 世貿 這有一個成績的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點進來 反正這個結業了 給你看成績沒關係 好 你看這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 要修版本的修訂紀錄 這個最重要的 我們要的雲端捏碟 它不只是只有檔案這樣扣來扣去 這樣沒有太大意義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 我這裡有很多的修訂紀錄 有看到了齁 你可以點一下 它馬上就回覆到那個時候 最早的 有沒有發現沒有生計 然後慢慢的再增加進來 增加進來 所以如果你真的發現說 哇糟糕 弄錯了 直接還原就好了 簡單吧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重要 事實上 其實現在我會講 OBIS 2010以後 它也推零端了 主要是要做這一塊 只是現在在這個 Google來講 它這塊是做得比較好 它不只是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另外一個Google的應用 叫做協作平台 協作平台也是一樣 協作平台也是有這種修訂版本 那有這種東西的話 對於多人編輯的時候 非常方便 因為有些人 就會不小心弄錯 對不對 那我把畫面就還給大家囉 請你先試看看 好不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了一個 就是說 你怎麼樣把你的檔案傳上去 當然你要用傳整個資料講也是可以 整個資料講也是OK 那或者是說 您先看看你手邊 有沒有什麼單一檔案的 OBIS系列的 或PDF都可以 PDF也可以轉 也可以轉換 也可以轉換 只是說 如果你PDF本身裡面 本來就是圖片的 你說你掃描之後變成PDF 那當然還是圖片 它就不是文字 這個是一個它蠻方便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等一下我們再看其他的 好嗎 好嗎